市定古蹟的迪役堂不敵歲月的摧殘 埋磨在板橋大樓間仿佛一片廢墟 新北市文化局向中央爭取預算後 聯合迪役堂管理委員會進行古蹟修建 希望恢復歷史容貌 新北市議員何博文到現場進行勘查 關心修復情況 修復前迪役堂幾乎呈現廢墟狀狀況 如今進行修復工程 有機會恢復板橋四大廟風華歲月 何博文表示 未來迪役堂要能夠保存歷史 也能夠結合當地觀光資源 讓迪役堂不只是古蹟 也是民眾休閒的好去處 能夠整修完成的話 那必然是我們當地 也是整個板橋整個新北市 一個非常好的歷史文化教育的觀光資產 從去年修繕到現在 施工單位已表定時間 預計10月完工 地方人士希望借持這座百年古蹟 重展容貌 繼續傳達歷史故事 並成為民眾交流的好據點 數位天空新聞 新北市板橋採訪報導 中文字 中文字